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逛美國的寵物店 這是Pekko 美國的寵物店 我們今天來做一集有關魚的介紹 因為我們很喜歡養魚 我們法國先生很喜歡養魚 所以呢 我們今天來找看看有沒有新的魚可以飼養 Say hi to the camera This is the Pekko or Pesmart Pekko We are in Pekko Bye You wanna ask a question? No We are ready to check out We are ready to check out 美國寵物店裡面這一區是賣魚的用品的 你可以看到貨架上有很多魚的裝飾品 還有沙發椅 客廳 Cowboy Boots 然後還有Pinata 就是墨西哥那種小朋友打的糖果 那法國先生正在看看他們的魚缸 有時候他會有特價 我們會挑特價品來買 因為魚缸的東西有時候常常要換新嘛 那每個季節他會有不同的魚缸的特價 像剛剛看到貨架上有對折的優惠 稍微看一下這些魚 魚裡面的話我們會在畫面上介紹給大家看這個魚的名稱 試試看 1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缸一缸的魚都看過了 他有分淡水魚 也有分鹽水的魚 還有分鹽水的魚 那這邊的魚其實要價度便宜 不太便宜 通常一隻有的都要到10塊美元 美國魚都蠻貴的 然後呢 我們會看到有時候要看魚是否健康 好 那有時候魚看起來沒那麼健康 我們就暫時不會購買 我們會不會讓你還可以吃到一點 不運 不是,如果你們你們不要吃到這一塊 一次水開始 我們每天都要吃到的 我們可以煮到這塊蛋 我們可以吃到一塊蛋 因為有浴水 我們把它切開 我們可以看一塊蛋 我們可以吃到的話 i know you 看来我们今天并没有太大的好运气 没有看到任何我们想要买的鱼 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趁假日来看看鱼 看看其他宠物 那你看这是在万圣节前后 所以还有一些小狗狗的万圣节装扮服装 那这一区有这好像是小飞小飞鼠 不是小飞侠 有点像飞鼠这一类的 Favorites的这种 哇一只要350块还要加税 这边有蛇怕蛇人就先不要看吧 大蟒蛇吗 这应该也不是我会想要养的宠物 你看蜥蜴一只100块美金 那我觉得如果想要买小宠物的人呢 最好是要好好照顾他们 再把他们带回家 要先想清楚 而不是你觉得好新奇哦 好特别哦 好酷炫哦 然后就来买了 然后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们 我觉得都是小生命 如果有决定要好好的治养他们呢 就要用心的照顾他 这边是变射龙 变射龙 好大概就是这些小宠物 好像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可以趁假日的时候来欣赏一下 有什么新的宠物 基本上他们鱼每个礼拜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鱼 甚至你可以在网路上跟其他的网友交换 交换养鱼的心得 哈哈法国先生找到两个玩具 来给Bambi 一个是热狗 一个是小猴子 那这种都是呢 会发出声音的玩具 Bambi特别喜欢 哦这里有鹦鹉 鹦鹉的家 他们的家好特别哦 好漂亮哦 这就是美国的宠物店 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介绍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然后分享 还有呢 要记得 订阅 好 那也可以在留言上 留下你想看的影片 接着我会抽空的时候 也多拍一些美国生活上的 那我们今天最后 给Bambi选了两套礼物 你觉得他最喜欢哪一个 你觉得他最喜欢哪一个 他喜欢球 ahh垒 秋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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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期间 宙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